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涉猎也广 这本书的另一位作者理查德 瑟勒 理查德 瑟勒是行为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 也是著名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教授 说起芝加哥大学 一般人可能不一定清楚它的江湖地位 它可是经济学界的泰山北斗少林寺一样的存在 这个大学 经济系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教授已抓一大把 2017年瑟勒教授也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获奖之后 瑟勒教授就在其任教的芝加哥大学商学院 做了一个简短的致词 在致词中他说道 这可能是他的院长何锡主任 第一次没有用混蛋这个词来称呼的 他的同事尤金 法马是很著名的经济学家 有效市场理论的提出者 所谓有效市场理论 是一种关于金融市场的理论 核心思想是金融市场是高度有效的 即市场上的所有信息都已经被充分反映在资产的价格中 也是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他甚至公开讲过 瑟勒的研究虽然很有趣 但是什么价值都没有 瑟勒还有另外一个同事 著名的金融学家莫顿米勒教授 这也是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当年米勒教授知道 芝加哥大学打算聘瑟勒做教授的时候 米勒教授非常生气 一直到后来他都不是很待见瑟勒 据说在楼道里面见到瑟勒连招呼都不打 为什么正统的经济学家对瑟勒这么不待见呢 这就不得不说瑟勒所从事的研究领域 行为经济学 什么是行为经济学呢 其实就是允许经济学在研究人们的决策时 在成本收益的理性计算之外 还要考量社会的核心里的因素 行为经济学引入了心理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 对传统西方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提出了挑战 形成了许多关于经济活动 经济决策和经济解释的全新的观点 自21世纪以来 已经有三位行为经济学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他们分别是2002年获奖的丹尼尔、卡尼曼、2013年获奖的罗伯特、希勒 以及2017年获奖的瑟勒 这个流派的发展势头现在非常强劲 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行为经济学可以说是最近20多年来 发展的最为迅猛的经济学领域之一 也是少数从不排斥数学不好的人的经济学领域 经济学家向来认为自己的学科是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 他们不入侵其他学科的阵地 就已经给其他学科很大的面子了 怎么可能再容忍其他学科入侵经济学的地盘呢 而唯独在行为经济学的这个帐篷里面 进进出出的都是三教九流 各色人等异正异邪 所以在正统的老一辈经济学家看来 行为经济学就是瞎搞 塞勒他大学本科是在美国的凯斯西楚大学 硕士和博士是在罗切斯特大学读的 你要知道 经济学领域的许多学霸都是一路从哈佛 麻省理工学院 斯坦福大学这样的顶级名校读下来的 所以像塞勒教授这样的求学经历 他就得更多靠自己摸索才能走到学术的最前沿了 但也可能正是由于他走了这样一条路 才使得他另辟蹊径 独树一掷 走这条离经叛道之路 注定要充满艰辛 塞勒在罗切斯特大学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 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摄温 罗森 罗森当年就说 塞勒当年的那些老师们 对他能够取得的成就其实并不抱多高的期望 而且塞勒刚刚博士毕业的时候 几乎找不到一份正式的工作 他只能在罗切斯特大学当一名临时的大学讲师 是一个临时功性制的 他写的论文也不符合主流学术期刊的胃口 所以很难发表 更要命的是 塞勒觉得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基本上都是错的 主流经济学 假设人们都是理性人 如果你是一个消费者 你就不会乱花一分钱 广告 推销 双十一对你一点影响都没有 如果你是一个生产者 你就不会丢掉赚每一分利润的机会 决策失误 意识冲动 错失良机 这对于你来说根本不可能发生 理性人假设并非仅仅是经济学家的一种工作假设 到最后 这种假设快发展成经济学家的信仰了 由于每一个人都是理性人 那么他们在市场经济当中的决策 就一定会导致所有的资源都是最优的配置 因此 市场是完美无缺的 所有的政府干预都是错误的 塞勒的另外一本书 名字叫 错误的行为 这本书相当于是塞勒的学术自传 在这本书里塞勒就讲到自己是如何逃离主流经济学的这一范式 当时塞勒还在罗切斯特大学读博士 他做了一个问卷调查 其中他问了受访者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如果社会上流行一种致命的疾病 染病的人会在一周之内没有痛苦地死掉 你染上这种病的概率是万分之一 那么请问 假如你不幸染病了 你愿意最多花多少钱治疗这种病 第二个 同样是这种病 假设你的老板要派你到疫区调查情况 那么到了疫区之后 你染上这种病的概率是万分之一 概率和第一个问题一样 那么请问你的老板要给你多少赔偿你才愿意到疫区去 按照主流经济学的理论 这两个问题是等价的 问的都是万分之一的死亡率 到底值多少钱这个问题 但是受访者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却差异很大 很多人在第一种情况下 只选择花很少的钱来治疗 但是在第二种情况下 他们就要求得到巨额的赔偿 为什么会这样呢 于是 瑟乐就去找他的指导老师请教 但他的指导老师对他说 你不要在这样的问题上浪费时间 这是完全没有意义的问题 于是瑟乐只能自己去找答案了 有一次他就读到了两位心理学家 著名的卡尼曼和他的好朋友特维尔斯基的论文 后来他们三个人合作 共同开创了行为经济学这一领域 不同之处在于 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 他们是从心理学攻入经济学的阵营 瑟乐是打开了经济学的大门 欢迎心理学的进入 二 什么是助推 2008年 瑟乐教授在经过多年的研究之后 和法学家卡斯 桑斯坦和写了这本 助推 这本书很快成为全球畅销书 也受到了各国政府的关注 助推的英文叫Natch 它的意思就是用胳膊肘轻推 在这本书里面 这两位作者就提出了一种 所谓的自由意志的家长主义 用来改善人们的最终决策 自由意志是指我们要保留 我们自主决策的权利 家长主义是指我们可以适当影响 人们做决策的过程 好让他们做出对自己更有利的选择 自由意志和家长主义 听起来好像是水火不容 但是通过助推 就能够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 我来举个例子 大家可能就很快明白 助推和自由意志的家长主义的意思了 在一个极端的经济自由主义者看来 既然人是理性的 那么理性的人 自然应该为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 如果开车的人不系安全带 骑摩托车的人不带头盔 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如果政府非要规定 大家要系安全带 带头盔是不会有效果的 但是通过行为经济学的研究 我们可以知道 每一个人都有可能犯错误 也都容易做出 其实并不利于自己的选择 那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该怎么办呢 政府应不应该帮助个人 避免做出错误的决策呢 助推的开头讲了一个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卡罗林 主管着某个城市学校系统的餐饮服务工作 他的服务对象是好几百所学校里边的数十万名学生 这些学生每天都在各自学校的自主餐厅里就餐 卡罗林就做了一个实验 他的目的是想看看食物的摆放方式 会不会影响到孩子们的选择 他邀请了几十家学校餐厅的负责人 叮嘱他们按照不同的方式摆放食品 比如说甜点 有的学校摆在前排 有的学校就把它摆在后排 还有的学校就把它单独放在 与孩子们实现平气高度的一排 卡罗林通过对餐厅食品的重新摆放就发现 有很多食品的销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有的销量上升了 有的明显下滑了 波动的幅度在25% 卡罗林从中看出来和成年人一样 孩子们同样也会受到环境变化的影响 同时可以通过人为的手段 把结果导向正面或者是负面 因此 卡罗林就设想借助这样一种发现 来提高孩子们对健康食品的摄入量 减少他们对非健康食品的摄入量 像卡罗林这样的人 主推这本书里面就把它们称之为选择设计者 他们的职责就是为人们创造一种决策环境 其实在我们生活里 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选择设计者 政府当然是其中的一类选择设计者 比如 如果政府强制规定人们不能吃垃圾食品 只能吃健康食品 这当然是一种粗暴的干预 尽管政府的用心是好的 但结果可能很糟 但是 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呢 如果把新鲜的水果 以更低廉的价格更方便地提供给消费者 那么 很可能就会有更多的消费者主动选择健康食品 这就是塞勒和桑斯坦所说的助推 三 助推的应用 事实上 表面一个设计上的微小变化 有时候往往能够极大的影响到人们的行为 不要小看这些细节问题 细节往往能够决定大局 决定成败 这就是助推的意义所在 有关这一点 助推里面举了一个很著名的例子 荷兰阿姆斯特丹市基普机场的南西手间里面 每一个小便池内侧都雕刻着一只黑色的苍蝇 男性在方便的时候 似乎总苦于找不到一个可攻瞄准的靶子 因此常常搞得四周一片狼藉 而他们一旦发现了一个目标 就会专攻这一点 从而提高准确性 减少飞溅 结果发现 小便池上的苍蝇使得这个飞溅量降低了80% 想出这个点子的挨打 凯布莫介绍说 这提高了男性行动的精确度 因为男性一看见这只苍蝇就会产生瞄准的冲动 凯布莫是一名经济学家 主持了史基普机场 也被称为阿姆斯特丹国际机场的扩建 助推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设计出一些这样的小细节 然后利用我们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性动物 而不是处处进行理性计算的经济学动物的特点 来改善我们个人和社会的福祉 4.我们为什么需要助推 直觉思维系统与理性思维系统 我们人类为什么需要助推呢 这就得了解一下人类的大脑是如何思考的 与主流经济学家的设想不一样 人类的思考大多并不经过严密的成本收益的理性计算 人类有的时候极端聪明 有的时候却又极为愚蠢 聪明如爱因斯坦 可以破解宇宙的秘密 愚蠢的时候 我们出门之后 记不清自己有没有锁门 人类为什么会极睿智和愚蠢于一身呢 许多心理学家和神经学家 一直致力于某些研究 以便能够使我们弄清楚 大脑中存在的这样一些 看上去自相矛盾的地方 这就涉及两种思维方式之间的区别 一种是直觉的 冲动的 一种是思考的 理性的 在《主推》这本书里面 我们把第一种思维方式叫做直觉思维系统 将第二种思维方式称作理性思维系统 在《思考》 《快与慢》这本书中 这两个系统被称之为系统一和系统二 系统依靠的是直觉 它与我们平常意义上所讲的思考似乎是不沾边的 比如某人出气不意地朝你扔了一块石头 你会马上蹲下身子躲闪 你乘坐的飞机如果遇上了气流颠簸 你就会很紧张 遇到了一只可爱的小狗 你就会很高兴 很开心 这些其实都是你的直觉思维系统在起作用 研究大脑的科学家认为 直觉思维系统的活动来自我们大脑最古老的那一部分 这一部分同样存在于蜥蜴和小狗的大脑中 那么与直觉思维系统相比 我们的理性思维系统就更有计划性和自觉性 如果有人问我们600乘以32得多少 回答是我们使用的就是我们的理性思维系统 当我们选择在暑假去旅行的时候 要选择去新疆还是去西藏 当我们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 是选择读经济学院还是法学院 这个时候大部分人用到的也是理性思维系统 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即使英语学得再好 相比那些以英语为母语的美国小孩来说 总是感到不那么流畅和自然 这就是因为人类在讲母语的时候 使用的是直觉思维系统 而费力地在讲外语的时候 我们倾向于使用理性思维系统 真正意义上的双语使用者 就是指那些能够使用直觉思维系统 同时讲两种语言的人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直觉思维系统来自我们的情感反应 但是理性思维系统来自我们有意识的思维 情感也可以精确把握 但我们经常犯错误 原因是我们总是过多地依赖于直觉思维系统 比如我在小区里散步 迎面看到我的邻居牵着一条大青犬路过 我就很紧张 老是担心那个家伙会扑上来咬我一口 这个就是直觉思维系统在起作用 但是我内心当中有个理性的思维系统会这样告诉我 大部分的宠物都是很温顺的 更何况我的邻居还用六狗绳牵着他们家的狗 经过反复地对我自己重复这些理性思维系统的答案 慢慢我就会对小区里的狗不那么恐惧了 为了弄清楚直觉思维系统是怎么样运作的 这本书里面出了三道题 我们就拿其中的第一道题来说 这是一道很简单的数学计算题 对于这个问题 你先写出你的第一反应得出的答案 然后再停下来好好想一想 这道题是这样的 一幅球拍和一个球总价110块钱 以支球拍比球归100块钱 那么球值多少块钱 一般来说我们的第一反应 也就是最不费力的那个反应给出的答案就是10块钱 但是你仔细想一想 这个答案是错的 因为如果这个球的价值是10块钱 球拍比球贵100块钱 这样下来球拍的价值就是110了 总价就变成120 而不是题杆中的110了 我们只要停下来使用我们的理性思维系统 我们就知道正确的答案是球的价格是5块钱 我们这样的思维习惯又有哪些决策上的缺陷呢 又该如何利用助推帮助我们规避这些问题呢 我们先来看看这些决策上的缺陷 首先就是我们经常拍脑袋做决策 这个在心理学文献当中有一个很学术的名词叫做启发式决策 也就是说 这种决策你很难说它有什么理性的依据 它往往就是人类思维上走捷径的产物 比如我们经常依靠我们有限的经验来进行快速的决策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锚定效应 锚定效应其实就是我们事先选一个基础 然后根据这个基础进行判断 比如我生活在浙江杭州 所以当你问我安徽黄山的人口有多少的时候 我就会以我所知道的杭州的人口基数来估计 杭州人口大约是1200万 那么我就会想黄山它也是一座很有名的旅游城市 它不是省会城市 所以估计人口没有杭州这么多 但是应该也不少 宁波市它也不是省会城市 它的人口是800多万 我就会想黄山人口应该有杭州人口的一半以上吗 那就是500万到700万之间 事实上我的估计错了很多 这个过程就是锚定和判断 我们在做判断的时候 经常锚定在一个事先已知的数字作为基础 然后沿着我们认为正确的方向进行调整 然而我们经常会出现偏差 因为我们做出的调整往往是不够的 实际上 黄山市的人口大约只有130多万 锚定法则甚至能够影响我们对生活的认知 有这么一项实验 实验人员向大学生提出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你有多幸福 第二个问题 你迂回的频率有多高 如果你按照这个顺序来提问 那这两个问题在统计学上它的相关度就很低 这基本上说明 这两个问题不会让学生们产生关联式的联想 但是 如果你把这两个问题的次序颠倒一下 把迂回的问题放前面 那么这两个问题的回答的相关度 立刻会上升到很显著的程度 也就是说 大多数的学生们都会因为你问了迂回的问题 影响到他对自己有多幸福的评价 其实对于锚定效应的助推方法非常简单 就是提醒自己在做决策的时候暂时的缓一缓 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更加理性一点 因为锚定效应往往是利用当时的情景 来选择这个锚定的对象的 比如我打算去逛街买一件衣服 我给自己的预算是300块钱 我到了商店之后 营业员就给我看了一件1000块钱的衣服 这当然大大的超出了我的预算 但是就在我把这件昂贵的衣服放回去的时候 我发现其实就是营业员想让我发现 另外还有一件品质非常接近的衣服 他告诉我 你看这两件其实差不多 但是它只要600块 虽然说600块仍然超出了我的预算很多 但是由于我把上一件1000块钱的衣服选做了毛 所以我就会认为 这件比上件便宜那么多 我买到就赚到了 可是当我真的买回家之后 就非常后悔 因为我的预算明明只有300块 其实只要稍微缓一缓 或者是打电话给我的朋友 或者同事 或者是给我太太 事情其实就马上能够很容易地解决 我就不会上锚定效应的当了 可德性启发 除了锚定效应之外 人们做决策的时候 还经常会受到自己生活经验中的那些记忆深刻的事件影响 比如我们面对超强的台风 面对像浮导的核泄漏事故 像911的恐怖主义袭击 像飞机坠机这样的事件 你到底有多害怕 你会做出多大的努力来防止上述的风险出现 你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具体行动 回答这类问题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采取一种叫做可德性启发的做法 他们会根据相关例子的情况 对上述发生风险的可能性做出判断 如果人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回忆起有关的例子 那么他们就会对这种风险更加在意 比如 我们经常会在电视上看到他杀 谋杀等些事件 但是很少去看到他们报道自杀的行为 因此 多数人都会错误地认为 每年死于他杀的人数 要多于死于自杀的人数 但实际上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22年的统计数据显示 死于他杀的人数 其实只有死于自杀的人数的一半左右 全球平均每年有将近80万人死于自杀 而死于他杀的人数只有43.5万人 有时候 我们还会更有意识地使用可德性启发式决策方法 比如 当我们选择密码的时候 我们就会这样做 这其实增加了 我们在网络隐私和安全方面的脆弱性 一个好的密码其实是很难记住的 我们就会使用可德性启发式决策 为我们设计一个我们很容易记住的密码 但是一个容易记住的密码也很容易被破解 大家知道最常见的密码是什么吗 是123456 在很多年里 这个密码是被人使用的最多的 英美国家的第二个常见的密码就是password 这两个密码都可以使用可德性启发式轻松地检索到 而且任何黑客都知道这些密码是常用的 其实 小小的助推就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样的可德性决策问题 你看你现在 你选择密码的时候 网站都会有一个小小的风险提示 说你的密码保密性很低 这样的话 就会有兴趣去选择一个更加复杂的密码 并且通过自己的方式把它存储在记忆里面 我们都是损失厌恶者 那么 除了这些启发式决策问题 我们还有一种叫做厌恶损失的心理 人们都很憎恶失去属于自己的东西 直觉思维系统对此是很难接受的 大体上来说 失去一件东西 让你难过的程度 要比你得到这件东西 让你快乐的程度大一些 这个现象经济学里面 就把它叫做损失厌恶 塞勒教授是最早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 他是怎么发现这一点的呢 让我们来看一个塞勒教授 当年做的简单的实验 在一所大学的某个班级里面 确切地说 就是当年的芝加哥大学 有一半学生 他们得到了一个印有母校校会的咖啡杯 实验要求哪些 没有得到杯子的学生 仔细地看一看 其他人刚刚得到的杯子 然后要求拿到杯子的学生 把杯子卖给那些没有拿到杯子的学生 结果拥有这个杯子的人 愿意卖出杯子的价格 大概是想买这些杯子的人 愿意支付价格的两倍 这个实验先后进行了数十次 用掉了上千个杯子 但是结果大都是这样 也就是说 一旦我拥有了一个杯子 我就不会轻易地放弃它 如果我没有杯子 我也并不急于花钱去买它 这说明 人们对于物品价值 是没有一个固定估价的 当他们不得不放弃的时候 它难过的程度 要高于它得到同一件物品时快乐的程度 从赌博当中 我们可以衡量损失厌恶的程度 比如我问你是否愿意打赌支硬币 正面向上你会赢一些钱 反面向上你将输一百美元 那么这些钱是多少才能让你动心呢 对大多数人来说 这个答案是二百美元左右 也就是说 就是你赢了两百美元所得到的幸福 才能刚好地去填补你失去一百美元 所造成的烦恼 损失厌恶很容易让人产生惰性 也就是一种强烈地保持现状的欲望 如果你因为不想招致损失 而不愿意放弃某些事情 你就会因此拒绝发生交易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损失厌恶实际上是一种认知助推 它竭力地阻止我们改变现有的情况 即便这些改变对我们非常有益 我们也会这么做 这个就是所谓的现状偏差 在我们的生活中 利用我们的现状偏差 转走不必要支出的例子到处都是 比如 我们经常可以接到电信公司 打给我们的电话 告诉我们 有一个多么优惠的电信套餐 而且投一个月或者是三个月 是不需要花钱的 或者是花很少的钱 这个优惠很诱人 我们人类天行中对免费或者是优惠的东西 特别感兴趣 于是有很多人就会选择接受 但是一般来说 一个月或者是三个月之后 我们经常会懒得打电话去修改我们的套餐 导致我们其实没有必要的付出了更多的电话费 解决这类现状偏差问题的最简单的办法 其实就是从一开始就拒绝那个诱惑 或者是很明确的在每一个月固定的一个下午 集中处理那些平时看起来非常烦人的业务 这样基本上就可以解决掉这些问题 盲目乐观的麻烦 此外 人们还会过度乐观 人们总是低估自己倒霉的风险 高估自己能够中大奖的概率 你看 每一年有多少人在购买彩票 事实上我们知道 中彩票的概率是很低很低的 一个理性的人就不应该去买彩票 因为中大奖的机会实在是太小了 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排着队去买彩票呢 原因就是人们总是高估自己 认为自己比别人更幸运 闻到倒霉的事情 每一个人都会觉得 自己没有那么不幸吧 不会轮到自己的吧 我就不幸我会这么倒霉 这也是常有的心态 其实过度乐观 也不一定都是坏事 有的时候 它也可以帮助我们 取得一些非凡的成就 比如说 有些人可能在学术领域勇于创新 有些人在商业领域勇于创新 当他们成功之后 你问他当年他为什么这么选 他往往都会说 我就是相信自己会成功 毕竟你事事畏首畏尾 很难有所成就 但是我们要防止过度乐观变成盲目乐观 所以我们可以选择去向生活中的一些老成持重的人去请教 这样会让你更加清醒一些 少犯一些错误 特别是一些重大决策上 我的自控力去哪了 我们讲了人类大脑的思维方式 所决定的我们的一系列的决策偏见锚定效应 可得性偏差 损失厌恶 过度乐观等 这是我们人类之所以需要助推的第一个大方面 那么人类为什么还需要助推的第二大方面又是什么呢 那就是自控力 人类真的不是一个能很好的自我控制的物种 如果你不相信 你就看看我 我已经专业减肥二十年了 还在路上 我减肥都减成了专家了 我可以知道很多人减肥 但是我自己从来没成功过 但我不是个例 你看我们国家这些年 在肥胖方面的惊人的发展速度就知道了 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兵状况调查 2020年的最新数据 我国已经有超过二分之一的成年人 超重或者是肥胖 超重和肥胖率分别是34.3%和16.4% 我们并不是不知道自己的问题 事实上 行走在减肥道路上的队伍也很庞大 我二十年都是其中的一员 并不是知识水平越高 受教育程度越高 肥胖问题就越小 这就像吸烟者的戒烟行为 尽管有证据已经表明 吸烟对人体是会造成严重伤害 但仍然有数以百万计的国人吸烟 而且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信誓旦旦地说要戒烟 有一个我非常尊重的学者 他学识很渊博 也是非常理性 持重的一个人 他生前就曾经对我说过 他一生戒烟不下一百次 但没有一次成功过 那么人们该怎么提高自己的滋空力呢 事实上 借助外力的帮助能起到不错的效果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 我们来看一个关于闹钟的例子 乐观的计划者会把闹灵定在次日早上6点15分 希望第二天能够很充实地开始一天的工作 懒惰的行动者会在6点15分关上闹钟 让自己再睡上几分钟 计划和行动之间其实是不断地有斗争的 计划者很勤奋 但是行动者很懒惰 有一些计划者他就把闹钟放在屋子的另一侧 离床很远 第二天 闹铃想起来 行动者就不得不走下 床去把这个闹铃给关上 但如果其后这个行动者又爬回床上 继续蒙头打睡 这一切努力不就白费了吗 有一些聪明的公司就把计划者从这种窘境当中给解脱出来了 他们发明了一种叫做可体的闹钟 这种闹钟能够在你到点还不起床的时候跑得远远的 而且把自己藏起来 计划者可以事先为行动者在可体闹钟上设定好明天早上起床的时间 第二天闹钟就会准时在房间里大叫而且满屋子乱跑 为了让这个讨厌的家伙彻底的消停下来 你就必须得下床 然后四处的找他 经过这么一折腾 恐怕这个睡眼茫茫的行动者就睡意全无了 除了这些办法以外 我们还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通过非正式打赌的方式实现对我们的控制 主推这本书里面就提到瑟乐的两个经济学家朋友采取了类似的赌注 瑟乐的这两个朋友是经济学家约翰和迪恩 他们俩创造性的制定了一个减肥计划 他们约定在九个月之内每人减重三十磅 如果一方失败就要支付给对方一万美金 他们的规则是这样的 两个人必须在规定的时间过程 一旦超过预定目标就要向对方支付罚金 就这样 他们一直坚持了四年 其中只有一次发生了未达成目标值的情况 违约一方立即向对方支付了一万美金的罚金 这两位信奉主流经济学理性假设的经济学家承认 如果没有这一赌注的鞭策 他们肯定会控制不住自己的饮食 不管他们多么希望减肥成功 盲从也能被利用 我们需要助推的第三个原因 是社会对我们经常造成或好或坏的影响 我们其实可以通过助推来控制那些坏影响 引导那些好影响 人其实是很容易盲从的 世界著名的交响乐指挥家小泽真儿 在一次指挥大赛里 当指挥评委给他的乐谱的时候 他发现乐谱有些地方不和谐 但是现场的评委会和作曲家都否定了他的那个说法 但他坚持认为乐谱就是有问题 最后评委席上响起了掌声 原来这是评委们给小泽真儿设下的一个圈套 这当然表明了小泽真儿不盲从于权威 而且没有放弃自己的正确的判断 但是这个故事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告诉我们 人们是很容易盲从的 只有少数像小泽真儿这样 在自己的领域内已经成为大师的人 才有可能摆脱这种盲从 其实我们可以利用人们的盲从心理实现助推 帮助计划者实现自己的目标 很显然 如果选择设计者希望能够通过助推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 他们可以简单地告诉人们其他人在做什么 助推这本书里就讲了一个美国明尼苏达州纳税宣传的例子 明尼苏达州进行了一项实地实验 这个实验者向几组纳税人给出了四类信息 第一拨人被告知他们所交的税都流向了很多公益的事业 比如教育、治安保护或者是消防部门 第二拨人被告知如果不照张纳税就要受到惩罚 第三拨人被告知如果他们不知道如何填写纳税申请单 会有人帮助他们填写 第四拨人只是被告知超过90%的明尼苏达人 已经完全按照税法的规定拿了税 你可以思考一下哪一种方法的效果最好 结果是这四种方法中只有最后一种有良好的成效 这其实就是利用了人们的盲从心理 实际上许多人由于存在误解 甚至倾向于和税法对着干 因此赵章纳税在美国就成了一件难事 但是当他们得知大部分人都已经顺应这一要求 而依法纳税了的时候 他们就不太去逃税了 因此 如果能够引起公众对其他人做法的关注 那么公众行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 会发生正面或者是负面的变化 五 生活中的主推 对于我们的思维系统所呈现出来的决策上的缺陷 主推这本书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 这些启发不仅可以用在公共政策上 其实也可以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塞勒教授的助推最为人称到的 就是他的明天储蓄更多计划了 这也是助推这一思想落到实处的典型案例 随着人口出生率的下降 和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增加 各个国家都面临着严峻的养老问题 尤其是美国 当时有研究机构报告中指出 未来30年 美国普通家庭几乎没有办法储蓄足够的养老金 虽然说各个国家都积极地推行 涵盖国家 用人单位 个人层面的养老金体系 但是大部分人仍然没有足够的养老金 以养天年 原因就是 原有的理论和政策制定 忽略了人们缺乏理性计划 和自我控制这样的心理因素 塞勒教授 是在1990年代 涉足养老金政策研究的 他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出发 针对当时养老金储蓄率较低的状况 提了三条建议 来增加美国的养老储蓄 前两条建议 都是针对当时流行的退休金计划 建议政府把一部分所得税的退款 存入到个人养老账户 因为纳税人一般会把得到的这个退税 当作意外的收益 这就很容易地选择存入个人的养老金账户 我多年前有一个习惯 那个时候 大家还要用纸钞的时候 我就喜欢在每一个大衣兜里面 都装个几百块钱 因为这样 你穿某件衣服出去了 你发现身上总是有钱的 后来自己就经常忘了自己曾经赚过钱 过了一年 我在穿的时候 突然发现我这兜里多出了几百块钱 我就会把它当作一种意外的收益 至少我心理上感觉好像是这样的 瑟乐教授的最后一条建议 针对的是雇主提供的企业退休金计划 他们把它叫做明日储蓄更多项目 具体的做法就是要求员工在下次涨薪的时候 将上涨的薪水当中的一部分 用来缴纳企业养老金 且缴纳的比例低于涨薪的这个金额 最早实施这个项目的是 美国一家中型制造业公司 这家公司从1998年开始执行 在经过四次年度性的涨薪之后 企业的员工的平均养老金储蓄率 从原来的3.5%增长到了13.6%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2004年 瑟乐教授在纪念其导师舍温·罗森的会议上 就信冲冲地报告了 明日储蓄更多这个项目的相关进展 但是他的芝加哥大学的同事经济学家 穆里根教授就非常不同意 当场就表示 瑟乐教授这其实是表演了黑魔法 使诱骗员工存入了更多的钱 他评价明天储蓄更多这个项目是家长主义 没有给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 这个评价其实是很伤人的 因为这个家长主义 他暗含着逼迫的成分 经过一系列的思考之后 瑟乐教授最后认为 即便是一种家长主义 明日储蓄更多这样的项目 也是一种自由意志的家长主义 他只是利用了人们行为中的规律 来引导其做出他们自己 所认同的理性选择 而这也正是助推的争议 6.辩证思考才是王道 不过 讲了这么多行为经济学 指导下的助推的好处 我们也不能认为传统的主流经济学决策就全错了 事实上非常重要的一点 一些最有效的政策 往往是把标准的经济政策工具和行为经济学相结合 才设计出了非常有效的激励措施的 自从塞勒教授和桑斯坦教授的这本《助推》出版之后 助推的思想在国籍上已经变得非常流行 但是这种广泛的关注既有积极的一面 也有消极的一面 助推设计已经变得太时髦了 甚至西方的一些国家的竞选团队言必称助推 这就是助推与所有的这个时尚一样 带来了这种过度的炒作 而且很容易反弹 此外 基于助推的行为洞察和政策 虽然都会让我们感到很兴奋 但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证据 来证明这些政策干预的效果 到底有多有效和持久 事实上 学术研究的一个问题是 那些负面的结果 也就是助推不起效果的结果 这些文章是不容易得到发表的 一项关于助推干预不起作用的发现 远不如一项关于助推干预产生了积极的 惊人的效益的发现 让人兴奋和有趣 所以我们往往会过度重视那些 最令人难忘的研究 过度重视 有关注推的行为公共政策的证据 这就是助推这本书的大体内容 但愿助推这本书的理念能够帮助到各位 在正视我们思维特点的同时 学会用助推的方法改善我们的生活 提高我们人生的幸福感和把握感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 如果您觉得我们的视频不错的话 欢迎点赞 订阅并转发给身边的朋友 也欢迎你在留言区 给出你的分享 我们下一期再见